打开微信扫码健全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哈喽大家好 我是徐超 继续带你们看运动车 还记得我在巴西试车的节目里面 曾经讲过 巴西是现在最美的宝马 那我身边这台M8雷霆版 就是宝马车系里 利与美最好的融合 它既继承了宝马巴西 非常优美的车身线条 同时还有很多 Mpower专属的性能元素 比如全车的碳纤维装饰 需要花8万选装 再比如20英寸的轮圈 样式有些复杂 但视觉效果很棒 前275后285的轮胎宽度 米其林PS4S的顶级街道性能胎 不过堪称完美的外观 也让我找到了一个小的槽点 就是后扰流版 样式有一些小夹子器 看上去也像是后夹装的 坐进车内上升下潜的内饰配色 如果不是有一些M专属的功能和元素的话 你甚至不会把这台车的内饰和性能二字联系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用户定位 恰恰是拿捏的非常准确的 因为躁动清廉对性能的追求 应该落在M2和M4上 这台M8就应该保有一些优雅 至于配置层面 你看到了座椅的通风 加热 方向盘 加热 抬头显示 保华尾接音响 你就应该知道 这是宝马配置的最高水准了 还是聊聊和M相关的一些功能吧 这边的车身稳定系统的按键 如果是常规状态下 也就是四驱的模式 DSC ON 车身稳定系统打开 你按一下之后 会变成MDM 也就是M一个动态的模式 这个模式下 它允许你的车身有一些的滑动 更适合一个我们普通驾驶者 可能在赛道上 在一些封闭道路上 去对圈速做一定的挑战 你还可以通过长按的方式 将DSC完全关闭 这个时候 你可以打开配置MXDrive的功能 将它切坏我们百分之百的后驱 同时发动机 底盘转向和制动 也都可以在舒适 运动和运动家三者之间去切换 给了你非常多可调节的一个空间 下面还有MMODE 可以在道路 运动 以及长按 就可以切到赛道了 这台车 我还没有开过 非常的遗憾 希望它有尽快 可以提供试驾车 我可以去借一下试驾车 来感受一下这台 非常非常强悍的 大型豪华机体 至于空间方面 实用性后备箱是没有问题的 它的纵身很夸张 比较大的容积 足以支撑一个绅士长途旅行的行李 但是后排空间就不要指望太多了 这样的双门遮后排 就是有比没有要更好 用来放包 放外套 放狗 和偶尔的应急使用 我们就不要苛求太多 编号S63的4.4T双涡轮增压V8发动机 625马力 750牛米 配8AT的变速箱 因为这台车的重量比M5还要再轻一些 所以官方给的3.2秒的百公里加速 比M5还要再快0.1秒 这也就让它成为了现在 加速性能最快的量产宝马 再加上它可以在四驱和两驱之间切换 也让这一台大型豪华GT变得更加的全能 要价接近220万 这样的车根本就不需要考虑性价比 你要问的就是自己是否真的喜欢 如果喜欢就去买吧 消费其他的人一定有自己的判断力 好了 我是许昌 今天聊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